我们现在介绍第八章 斜向入射于界电值界面 我们前面是斜向入射于理想导体的表面 现在这是空气 这是第一个界值 这是第二个界值 都是界电值 都是界电值 都是理想的界电值 Sigma1也等于0 Sigma2也等于0 这是Z方向 这是X方向 出荧幕的方向是Y方向 XYZ 现在我们有个入射波 从这里以Zeta的角度 ZetaI的角度 入射于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就是Z等于0这个平面 那么现在入射波进去了 这是它的行径方向 那么这个虚线是代表它的坡面的方向 平面坡 那么这个是反射波的行径方向 这个就是代表它们的坡面 反射波的坡面 KT就是KR KT是穿射波的行径方向 那虚线就是它的坡面 那么这个相邻的 两个虚线的长度 就是入射波的坡长 这个长度 就是反射波的坡长 这个长度 跟这个长度 都是反射波的坡长 那么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 这条线到这条线的长度 就是穿射波的坡长 因为入射波跟反射波 同在一个戒指 同在一个戒指 所以这个戒指 这个坡长跟这个坡长是一样的 它坡长不会因为反射而改变坡长 但是穿射波长会改变 所以这个坡长 我们算它是Lamina 1 这个坡长我们就算它是Lamina 2 那么 入射波 反射波 穿射波 它必须怎么样 所谓的步伐要移植 什么叫步伐移植呢 就是三个坡 圆着X方向的像素 Face Velocity 它的大小跟方向 要相同 圆着这个方向的分量 也就是说 这个焦点 这是三条线的焦点 这也是三条线的 始终 这个坡是一直往这边跑了 始终都是在一起 步伐移植 不会说这个 跑到这里来 这个跑得更远 不会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图 我们令Face Velocity 1 Face Velocity 2 分别是介质1跟介质2 两个介质中 波的像素 就是说 入射波跟穿射波 在不同介质 它的像素会不一样 我们看这CB CB就是从 这一点到 到这一点 它 这个大小 是我们看这个直角三角形 它是等于 AB的 Sine Theta I 这个是Theta I 这个Theta I 这个也是Theta I 那么 因为这个 从这里 假如到这里 是一个坡长的话 这个都是一个坡长 假设这是一个坡长 那它 这个长度 就是 这个长度就是 等于 VP1 VP1是 坡的像素 它等于 这个Face Velocity 乘上一个周期的时间 就是一个坡长 AD 就是这个 那是等于 AB的 Sine Theta T 我们看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角 这个角 等于这个角 它是等于 VP2 乘体 一个周期 这是它的 速度 这是VP1 这是VP2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 比一比 这一项 比上这一项 那就变成 Theta I overTheta T 等于VP2 VP1 比上VP2 VP1 是等于 根号 μ1 ε1 分之一 这个 是这个 是根号的 倒数 因为 非 磁性戒指 μ都是等于 μ0 所以μ就 约掉了 它就等于 ε1 R ε0 也约掉了 它就 ε0 成ε2R 这是ε0 成ε1R ε0 约掉了 就变成ε2R of ε1 那这个 也等于什么呢 等于 借電 常数 不是 等于这个 index of reflection 折射率 第二个 波的 折射率 比上 第一个 波的 折射率 因为 折射率 越大的 face velocity 就越小 折射率 越小的 face velocity 越大 就是 这个比 跟这个 就是 face velocity 跟N 成反比 因为N 是等于这个 折射率 的定义 就是 真空中 光束 被 界子里的 光束 比一比 这个比字 是等于这个 μ就是μ0 C 是等于这个 所以μ0 约掉 就等于 ε over ε ε 是等于ε 0 乘ε R 所以就是ε R 所以N 跟这个 成正比 这个要 稍微记一下 以后常常用到 所以我们就得 这样的一个 关系是 关系是 N1 31的I 对于N2 31的T 这个叫 snell's law 叫snell'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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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可以学成这样子 因为 因为N 跟 这个 成正比 这个跟这个 我们都称它叫做 snell's law of refraction snell's 直射定律 好 我们再来看 CB 这个 就是 一个波长 等于这一个波长 这是反射波的波长 这是 入射波的波长 CB呢 CB是等于AB的3C的D 我们刚刚说过 而AE呢 是等于AB3C的R 这个是反射角 反射角 好 AE 就是等于 这个 成算 这个角 这个角跟 就是反射角 一样大 好 那么 CB对于AE CB对于AE 就是这两个相当 AB约掉了 3C的I 对于3C的R 那么就是 C的R 对于C的I 入射角 等于反射角 这叫Snails Snails Snails Law of Reflection 好 是 那么我们在导这个 Snails Law 的时候 我们 没有说 这个波 到底是 平行偏证 还是垂直偏证 没有 不管你是平行偏证 还是垂直偏证 这个 两个定律 一定 存在 因为这是根据 三个波 入射波 反射波 穿射波 在界面上 它有一致的 步调的前提下 倒出来的 就说这个 不管你是在哪一点 A Padajilai B就Padajilai 还是有这个关系 所以 不管你是什么偏证 Snails Law 一定 适用 好 这个就是 我们说这个 波 它 这是 入射波的 波面 这个是 反射波的 波面 这个是 穿射波的 波面 假如入射波的 形态 是这样子 这就是 Omega T 减掉 Omega T 减掉 Beta 以前就Beta Z 这就是Beta X Beta Z 如果入射波 是这个形态 是这种形态 当然 入射波的 K 跟反射波 跟这个不一样 但是它的 这个形态 都要一样 你不要说 入射波 是这个形态 反射波 又是另外的形态 那你这个 将来这个界面上 就没有办法用到 连续条件了 好 现在我们用能量守恒的概念 来求它的反射系数 跟穿射系数 OK 好 什么叫做 能量守恒 就是入射波 反射波 穿射波 各圆起 行进方向 入射波的方向 反射波的方向 这是穿射波的方向 每平方公尺 传送的功率 功率 要满足什么呢 能量守恒 就是功率守恒 入射波 这个功率 要等于 因为这个波 一分为二 反射波跟穿射波 所以它的功率 要等于 这两个功率之合 这个是功率 功率密度 平均功率密度 这个是电场 功率密度 这是平均功率密度 ETA 是等于 根号 μ 这三个波 射到 这个界面的 AB 这个面积 其实这是一个面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面 这不是一条线 这也是面 所以这个也是个面 三个波 射到这个面 这个面积上的功率 分别是这个 入射波 incident wave 成cosθi 而入射波的这个 我们等等 底下会证明这个 这个就带这个式子 两倍的 ETA1 因为它在第一个戒指 入射波的正幅 的平方 cosθi 反射波 也是在第一个戒指 这是反射波的正幅 成cosθi 这是穿射波 它第二个戒指 所以它的 固有波主抗是 ETA2 这个是 10t平方 成cosθt平方 这里头的ETA1 是这个 ETA2 是这个 这个就是 固有的波主抗 平均功率密度 投影于AB上的指 是这样子 平均功率密度 Average power density 比如说这个 就是这个 成山 它的方向就是 穿波方向 它在这个方向的 一个投影 就是Z方向的投影 到底这个 所以K-Universe 大小是1 它跟AZ的夹角 就是cosθi 比如说 拿这个作为 一个例子 入射波 .AZ 那就是 这个角 cosθi 所以我们 前面三个式子 就得出来 这个就是 入射波 在这个方向的功率 投射到 这个AB面的功率密度 等于 穿射波在这里的功率密 这个面的功率密度 再加上 穿射波跟反射波的 反射波穿射波 功率密度 好 那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 2 eta 1 i 平方 这2 eta1 这个 这2 eta2 1t平方 或是 c2 那我们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从这个式子里面的功率 1 or 这个 除每一项 这个除每一项 然后我们就求出这个来 这个可以化成这样 这个式子 可以化成这个 就是把这一项 出每一项 就可以化成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要记住 以后我们还会用它 这个地方 我们也没有讲它是 平行偏正 还是垂直偏正 垂直偏正跟平行偏正 都是用于这个 所以这个式子都用 都是用 那现在我们就 分别考虑 在平行偏正 跟垂直偏正状况之下 这个坡 它的这个 反射坡 穿射坡 是什么样的 垂直偏正 我们令入色 叫做c打i 你看 这是它的入色方向 x是正的 z方向也是正的 所以它就是这个字 这个我想 前面讲过了 这个一定要记起来 你不管写什么坡 入色坡 反色坡 穿色坡 一定要把它的 行进方向的单位向量 立刻写出来 入色坡的电厂跟磁场 分别是这个 电厂 加定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 它是Y偏正 垂直偏正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Y XYZ 第一个椅子是BETA1 然后KI.R KI.R就是 等于这个 就好像说你把这个 AX换成X AZ换成Z一样 我们讲过 好像是这个样子 那么入色坡 就是这个 这都已知 这个也已知 好 那么 这个已知 这个也就可以求出来 ETA1 乘上KI X EI KI 是这个 EI 是这个 你把AX Cross AY 变成AZ AZ Cross AY 变成负AX 所以它就是变成 E0拿出来出 负AX 挣AZ 这个 跟这个一样 这就是HX 入色坡 入色坡 电厂跟HX 我们都知道 好 现在就看它的 反射 假设反射角 是C的R 它KR朝这边 你看这个 X是正的 Z是负的 假设反射坡 电厂跟磁杖 分别是这个 电厂 因为原来是在Y方向震荡 这个也是在Y方向震荡 乘上它的 EOR 就是它的Ambitude 这个我们不知道 假如入色坡是正AY 那反射坡是正AY呢 还是负AY 现在不知道 要等这个求出来才知道 这个是正的 就是正AY EY AY 这个是负的 就是负AY OK 好 J 所以负AY 还是第一个截子的 KR 就是这个 DOT R 你看也是一样 好像把这个变成X 这个变成Z 这是R component 这个不知道 ER不知道 那HR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来求 A到1 你们知道第一个截子吗 KR Cross 这个字 好 那它就等于 A到1 KR是这个 这个 ER就是这个字 这个Cross 这个 它是一样 这个变成AZ AZ Cross AY 负AX 负负的正 所以反射波 是这个方向 反射波 我们画都画成一样 好了 这个假定是AY 这个是AY 这个假定也是AY 它是这个 反射的电场是 这个方向 H场就要那个方向 因为这样Cross 才是E Cross H 才是传播方向 所以 这个Cross 就是这个 然后呢 这个造型 这个没有变 还是这个 那这个是 H场 ER 跟HR 里面 这个不知道 Cross 不知道 等于我们就要把它求出来 穿射波 我们假设 它跟法线之间的 夹角是Cross 它的单位向量 这个是用C到T 假设 川 测波的电场 我们还是假定它是AY 不过它的 Amblative是E OT 因为它的第二个戒指 所以它是Face Factor 这里是Beta2 这个K呢 就是 KT DOT R 就等于这个 这两个Beta2 还是866 这个DOT R就好像 这个变成X 这个变成Z 一样 好 这个里头呢 EOT 不知道 Theta T 不知道 就是带求的 要求的 然后Hi 就用这个来做 Eta2 第二个戒指 Cross KT 乘上KT Cross ET 那我们Eta2 写到这里 ET 是这个 Cross 这个字 这个Cross 出来 AX Cross AY 是AZ 这个是正 AZ Cross AY 是负的 负AX 所以 这个Cross 就变成这样 EOT 拿出来 后面这个 是这样的 这里头 这个不知道 C 到T 不知道 这里 EOT EOR R EOT C到R C到T 都是不知道 要由边界的连续条件来决定 边界的连续条件来决定 我们上一次讲到穿射的磁场 它是这个式子 那么我们前面就有入射反射跟穿射 它的电场跟磁场我们都求出来了 那么这些式子里头呢 有EOR EOT 就是反射的电场 正伏 跟穿射的电场正伏 还有反射脚 穿射脚 不知道 那我们就要借由边界条件 边界连续条件来决定 现在我们把前面三个 这个电场算出来 假设的我们写出来 当然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知道的 入射电场我们知道 那现在呢 我们就用连续条件 连续条件就是在 在界面上面 Z等于零之处 第一个界值的总波的电场 的切线分量 跟第二个界值 总波切线分量 要相连续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第一个 就是入射加反射 在Z等于零之处 这个Z等于零之处 要等于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wave 它的这个切线 Y就是切线方向 那么Z都等于零 那么我们把它带进来 Z等于零了 对不对 这一项没有了 只剩下前面这个 三项都是如此 入射加反射 等于穿射 那这三个都有 exponential 这种项目 exponential我们前面 已经遇到好多次 就是它展开了 它是一个无穷极数 那无穷极数里面的X X是可以变的 因为波朝这个方向传播 X实时在变 而你这无穷极数 这个数一直在变 那你把它加起来 这一项加这一项 要等于这一项 那这个机会 非常非常的少 于是我们说 如果你这两项加起来 要等于这一项的话 除非呢 exponential项通通相等 三个exponential项 通通相等 那就是β1Xsinθi β1Xsinθr 跟β2Xsinθt要相等 那么才有可能 这个等式会成立 这三项相等呢 我们先看第一 这个跟这一项 这两项如果要相等的话 因为β1X都有啊 那它一定怎么 sinθi 要等于sinθr 因此θr就要等于θi 那这两项都一样了 它要等于这一项 那我们就用sinx消掉 β1sinθi 要等于β2sinθ2 那么这个就是 由这个连续条件 所得到的结果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 这三个带进去 带进去 这exponential项就消掉了 那它只剩下 eio加eoi加eor xr要等于eot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把eoi来除上每一项 然后呢 我们就求出这一项来 这一项可以等于 e加eor overeoi 这一项其实就是什么 穿色系数 穿色系数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因为这里啊 这两个都不知道啊 eor eot都不知道 那我们就把eot over eoi 等于这个值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的 这一项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它 这个就等于 1-eta1cosc的t eta2cosc的i 乘上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就是这个平方啊 它等于1加这一项的平方 再加2倍的这一项 好 我们得到这个了 那现在我们另 这个是 这当然是反色系数 那这个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是垂直偏正 电场跟入色面垂直 好 另这个 eor等于eoi 那么刚刚上面那个式子啊 我们就可以照 这个 伽玛 的 降密式排列 把它整理以后 按照 伽玛反色系数的 降密式排列 那这就是二次 三项式啊 我们可以把它吟式分解 吟式分解以后啊 这一项 就等于这个中括弧里头的 这一项 乘上 伽玛加1 那这个 乘这个等于0 那它可能是 这一项等于0 如果这个括弧等于0的话 那就是伽玛系数 要等于负1 这个 跟事实不符 因为它有穿色 有穿色 你这个绝对值 绝对不能等于1 一定要小于1 不符那就表示 我们不用它 就是这个括弧要令它等于0 当这个括弧0它等于0的时候啊 我们 我们就可以 写出 这样的式子 你这个等于0 那你 你就把 等号写到这里 那这里加个符号 然后再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解除 伽玛 垂直偏证的伽玛 就是反射系数 等于EOR over EOI 因为它的定义是这个嘛 它是等于这一项 OK 这是垂直偏证 的反射系数 这斜色 斜色的时候 这个 那么我们再把 因为这种 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 有时候 我们 它题目不是告诉你这个 这个 它可能告诉你 两个介质的折色率 或者是 两个介质的 介电常数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 这个设计可以画成这样子 我们就是 2 over eta1 你把 eta1提出来 那 eta1呢 可以等于 等于这三项 那我们就把 这个 带进来 eta2 over eta1 我们可以 用这个 这个 Y0 大家都一样 那就是 那就是 Ipsul Ipsul 2R Ipsul R over Ipsul 这个 这个是我们把 这个 eta1 提出来 eta1 提出来 那么 提eta1 这是 eta2 eta2提出来 它是eta1 over eta2 那它这个 我们就是 eta2 over eta1 eta1 over eta2的话 那这个就是 2 Ipsul 2R 在分子 Ipsul 1R 在分母5 这个式子 有时候我们用这个 假如它告诉我们 这是 两个界电值 它的界电长处 我们就用这一项 那这一项呢 cosc的t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1-3平方 cosc的t 我们先把它画成 就是 sinc的t 等于这个 cosc的t 是1-3平方c的t 3平方c的t 再给它画成这个 就是 N2除过来 就是N1 over N2 sin平方c的i 然后把这个 带进去 又可以画成 这个形态 就是你不要用 不要用 穿色脚来算 因为穿色脚 有时候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们只知道 入色脚 那这个式子 可以画成这个式子 这三个式子 我们都可以用 OK 你在用的时候 你看看 它给我们的是什么 你再选一个来用 现在 我们将 垂直辨证的反色系数的 这个值 带到我们起初求助的这个 带进去 带到这里来 那么 这应该穿色系数 不是反色 得穿色系数 delta 1 等于 等于这个 你1 加上 这一项 就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你加个1 起码这个分子的话 就是分母加分子 这个约掉两倍的 eta omega cos omega i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 还是可以利用这些关系 如果它告诉你的是 两个戒指的 戒电常数 跟 穿色角也求出来 你可以用这个式子 如果穿色角不知道 只有 θ i 知道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化成这个式子 你就用cos θ t 等于 根号 1-3平方 θ t 然后再把这个式子带进去 就是这样 那这个 穿色系数也有三个字 你就 在用的时候 你就选一个 好 有以上的结果 这个 反色系数 跟穿色系数 我们看它的结果 我们知道 1 加上这个 就等于 talk 你看 你加个e 那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 这个通分 这一项消掉了 就两倍的它 它有这个关系 以后这个 我们可以用来检验 看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合不合乎这个 合乎这个的话 那就是说 我们算的没有错 如果这样的 1加伽玛 不等于 t 那就是你可能算错了 我们可以用来做检验的